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马铃薯料理大集合 马铃薯其实是一个很好拿来料理 做主餐或做下午茶 做副餐的主角跟配角 那怎么做呢 这个影片里面我收集了 我11道我做过的马铃薯料理 当然还有很多 如果还想知道的话可以再跟我说 这边教大家的方式是 马铃薯先把它蒸熟 然后把它捣碎 我加入的是明谷粉 要先带大家做的是马铃薯煎饼 你可以运用鲜奶下去调 它的干湿度 因为有的时候马铃薯 你如果觉得说 马铃薯泥我这样下去压的时候太干 你就可以加一点点鲜奶 像这个马铃薯饼 我就是先把它蒸熟 然后我刚才加入的是明谷粉 然后我觉得它有点干 所以我就再加一点点鲜奶 下去调它的软硬度 然后就把它塑形成这样 下去煎 这是一道很快 然后很方便很营养的 你可以当主餐 你也可以当副餐 当副食用 都可以 然后我就下去锅煎 一般来讲 我们很多人都会怕马铃薯没有熟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用刹枪 就是我没有先蒸熟它 那你会怕说到底有没有熟 所以你就像我用这样的方式 你就不用担心了 对 它就是一个主食 转长时间看一下煎蛋 再来第二道是西班牙马铃薯蛋饼 它要有一个厚度 这边我也是教大家用蒸熟的马铃薯 下去应用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我到底有没有熟 那或许会煎得过劳 那如果你先把它蒸熟之后 像这样子我还有加入洋葱 然后跟我们的三色兄弟 三色蔬菜豆 我都一起下去炒一炒 然后再把它拌进去 我的马铃薯泥里面 我们合作社的马铃薯 是环保级的 所以通常我在蒸的时候 我会把马铃薯洗干净 用小铁刷 我有一个小铁刷 专门在洗蔬果的 把它洗干净之后一起蒸 然后我要倒成里的时候 我也是一起倒 像这样你要翻面的时候 你确认它都已经可以移动了 那表示它都有熟了 也不沾了 我就可以把它倒出来 我这个是一只手这样子做 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我的手机拍的 所以它画面有点摇晃 然后再把它倒回来 再煎另外一面 这样就可以了 你煎的时候不要急 就是刚开始火稍微大一点 先让它表面上色 然后你就用中小火 让它慢慢去烧 然后这个是裹上麦片的马铃薯饼 我用的是我们合作社的麦片 然后我看马铃薯泥 我拌入了 我有炒洋葱跟三色豆一样 然后再把它塑形 这边用的是 我先沾米谷粉 然后再沾蛋液 然后再裹上我们的麦片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老师米谷粉哪里买 麦片哪里买 通常你影片上看到我用的食材 所有都是合作社架上都有的 因为我在家里就是这样吃这样用 所以我不会特地再去买什么其他的东西 接下来看到的是 焗烤马铃薯千层派 这一道应用的就是四方鲜奶油 马铃薯把它削成薄片一起下去烤 然后还有一道 这一个是搭配的南瓜 也是一样用烤香烤就可以了 这个是厚片马铃薯煎饼 这一次呢就没有再把马铃薯 把它先弄手 就是把它切成有一点厚片下去做 再来这一个呢 它是饭团 它其实有一点天外飞来一笔 就是我在帮小孩做便当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我做的马铃薯小块 我把它切成小块 蒸熟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的饭拌在一起 其实非常好吃哦 小孩非常喜欢 那这一个更简单了 我们有小的马铃薯 我就把它切块 然后就下去煎 然后我会加培根 或者是加一些猪肉片 你要加什么都可以 是加培根蛮香的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香料香草 这样就很棒的一道菜了 接下来这一个看到的是我刹枪 然后跟高丽菜丝 然后还有红萝卜丝 一起下去做蔬菜煎饼 这一道风琴马铃薯 我也有教过大家 它的秘诀就是不要切断它 这样才可以展开很漂亮 接下来看到这一道是 马铃薯葱烧炖肉 这个我有独立拍影片出来 大家可以找一下 马铃薯呢 它虽然有很多营养 但是要记得糖尿病患者呢 它绝对不能马铃薯吃太多 因为它必须要控制血糖值 每一种食物都一样 均衡的吃就可以了 好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